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很喜歡按摩 按摩 不管你男還是女也好 不要只說色情和小鳥按摩 無論你在內地 即是回到深圳也好 有些人特意去泰國玩也好 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 即是非田新地也好 你都會很喜歡去做按摩 為甚麼呢 做到累累累 想找人鬆鬆 但是 真的要再一次警惕 大家真的要去幫忙一些專業的人士 你去一些隨便找個小姐 幫你捏一下捏一下 捏一下捏一下 甚至乎她不懂 幾百磅地踏上來 果度力就隨時踏死你 近期亦發生一些按摩意外 真的警惕世人 很危險 隨時命都沒有 如果你想想 一句不幸 有甚麼事就死截在骨床上 男的你會被人這樣寫嗎 是否馬上鋒 你想想想多不值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大家真的出去踏骨要小心 不是說色情被捉黃腳雞 你自己的蟑螂 骨頭幾十歲就脆脆脆 不停被人捏 不停地找人又跪又失 好像被人打太拳般 手搶、膝撞、膝撞、什麼都有 那些指壓 有時也不知道是否準確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只是一個男士才有 話說有位女教師,很年輕,24歲 因為工作原因頸僅痛,她在內地打骨 她不是在香港打,她在內地打骨 打一打一打都沒有事 這次打完之後才發生有事 什麼事呢? 原來經常大家的姿勢 無論教師也好,翻寫字樓的人士也好 坐的姿勢,桌子高低等等 肩頸肥痛經常都有 可能跟你的坐姿有關,或是坐得久不動 所以很多人都會特意去幫忙,放假便鬆一鬆 這位女教師說有一天起床 說有些壞習慣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壞習慣 大家很喜歡疲累 做一些舒緩的動作可以 但有些人不懂 總是亂來,然後摔頭摔頭摔頭 不小心摔頭摔頭摔頭 更麻煩 這位女教師在動頸頸的時候 突然聽到 不知道是不是就叫一聲 說頸很痛 頭摔不住 這些人有時候又說 可能睡在頸上 又可能本身的肌肉 現在天氣很冷 血管收縮,拉得繃緊 然後再動一動 扯一扯 你以為這樣是不是扯傷 動不住 好了 他也開始以為自己是睡在頸 誰不知兩小時後 痛到媽媽都不認得 於是砸砸砸砸看醫生 看外科 醫生立刻跟他照X光 你以為小事? 大件事 你以為拉傷? 不是那麼簡單 X光發現到他的頸椎橫印帶撕裂 出現了一個關節的甩膠 導致頸椎第一節和第二節之間 失去了正常位置 醫生告訴你 是非常罕見而且很嚴重的疾病 你想想 第一第二節和我們的頭 你想想 我們的頸椎 經常有很多意外 有時候運動員頭部落地 一落地 一聲很容易終身癱瘓 我們看得到很多這些意外 一意外一出 這些東西很難補救 所以醫生就說 他這種病 這種問題 會很嚴重 嚴重的是四肢癱瘓 甚至會令呼吸衰竭誘發死亡 而且說到死亡率很高 要立即搞 後來 經過醫生開刀 跟他搞很多事情 他固定脫掉的位置 經過治療之後 他慢慢康復 幸好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原來醫生告訴你 大家真的要留意 原來有這個病 不是因為他在那裡擺頭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經常去打斜骨 所謂的斜骨 女生打什麼斜骨 就是一些不正當 非正式有這些專業資格的按摩店 就是這些 不知什麼店舖 可能10元街邊檔也有 去那些洗澡會所 SPA等地方 所以導致頸椎很不穩定 所以醫生告訴大家 如果出現了一些 叫做 頸 可能有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就不要亂按 不要亂動 應該 你就去找醫生 找一些物理治療也好 找一些專業的 去幫你治療 如果不是 隨時 一會一聲 一脫掉 真的 人頭落地 到時候 真的死亡 因為 你說累 進行按摩推拉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 如果你本身 已經有其他問題 例如 頸痛 手腳 面部麻痺 有些雲等等 你就不要刻意 再去按摩 你去找一些 中醫 去找一些西醫 去研究一下 照一照 這個要先檢查一下 因為 老的 我們中間是靠頸椎動物 提供的 如果你不注意 之前也說過 那些案 爆血管 你會中風 如果你本身 又有頸椎病 又有骨刺 的時候 你越搞越嚴重 對 這些 裡面 越嚴重 越嚴重 越痛 越舒服 其實就越不好 更加會有快 中風 除了這件事之外 有沒有想過 搞得會死人 會的 又是做這些頸部按摩 聽完之後 大家馬上擔心 有位廣男 在深圳出差的時候 因為頸痛 又跑去打骨 打完幾天之後 感覺到頭暈 不斷嘔吐 醫生發現了 他是腦梗塞 即是血血性中風 幸好 他及時治療 如果不是 又是瓜德 他跑去出差 他說 做事的時候 肩頸痛 經常都不好 以為睡在頸裡 於是跑去養生館 這些養生館 不是養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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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 你跑去按頸 就糟了 你說 幫你捏一下臉 捏一下肌肉就可以 捏一下肌肉就可以 捏不是按 捏 捏一下肌肉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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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也不敢去 我也不去 真的 這件事 說真的 我不是說 你擔心他會不會好色 我已經不是想這些 我擔心他真的捏下去 那一刻 你不小心大力 就是捏死了我 大家 寶貴 你說 我 那時候年輕人不懂 有你沒有你 不斷被他捏 現在大覺知多了些 又死了 有時候 怕死 不 你不舒服 經常說 就是那句 你找些專業的來 你要去一些 真的 治療這些 問題的地方 你不要走 所謂的養生館 你說幫我捏腳趾 那些我沒問題 你就幫我捏 那些你就不要搞 好 這位男士 被人按一按 真的好早很多 這樣 誰不知 他出差後 覺得頸部還有點痛 而且特別疲 然後 有一天 他突然煮飯 暈暈地 整個人 天旋地轉 不斷咬 立即走到急症室看醫生 經過檢查 不關食物中毒事 立即轉到老神經科 經過詳細檢查 就立即發現到 他是中風的 因為局部組織血液 出現了問題 導致老部組織血氧 變成壞死 由於他頸部右側 頸椎動物管壁內膜撕裂 立即做手術 幸好 即是及時 否則 又是乎 除了這件事之外 亦都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不只是在內地打骨 有時候 你出去 即是世界各地 泰國 不要說到內地 去泰國 都很容易出事 試過 有位廣男 在泰國 體驗一些地道 泰式按摩 差點 這樣又一輩子 怎樣呢 什麼事呢 就說 30歲的年輕人 泰式也有幾乎符 咬了腰 像摺衣服一樣 摺起來 摺起來又打開 摺起來又打開 很厲害 這位港男 被泰式按摩技師摺來摺去 嘩 嘩 嘩 你當自己是甚麼 嘩 咬了腰 拱了橋 誰不知 不小心滑手 以為扭傷了一條頸 這位港男 一開始以為只是扭傷了 隨便吧 就是這樣 賣下了一個伏線 好了 回到香港之後 發現了越來越不對勁 又痛又頭暈 馬上去醫院檢查 原來是頸動物撕裂 即是說頸動物破裂 導致大量出血 乳血塊積聚了 導致她頭暈頭痛 亦因為壓迫到 視網膜血管 造成一隻眼瞎 好了 有人說 眼瞎那麼嚴重 但醫生跟你說 這位港男算好運 因為如果 你頸的血管出現了傷口 因為血塊跟著上頭 你出現了阻塞的情況 不是眼瞎那麼嚴重 這件事件那麼簡單 是會中風半身癱瘓 說不到話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一次次按摩 為何很多時候都在頸上出事 力度 有些人就喜歡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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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那些 你讓他這樣做 你真的像看西片 看武俠片的錄鏡 就真的錄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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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不懂得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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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摩師幫他在家裏打骨 誰不知 按就越出事 由於這位很出名的按摩師身形龐大 他按摩的手法非常之恐怖 直接把腳踩在這位女士大腿和臀部上 後面那條筋不斷踩又拉他的腳 說到這位女士不斷叫 要求他停手 原本想著女士放鬆一下肌肉 沒有想過要讓他在上面就像砍東西般踩 一小時後全身很痛 去看醫生 發現了什麼事 大腿骨折 左腳 腳腕甩膠 永久性傷殘 嘩 所以剛才我在內地也有骨牆 踩不踩背 你想想如果不覺意踩斷你一兩條鞭骨 插廢 你不知道他有多重力 他又在滑下滑下滑下 一腳踩在頭上 真的又收工 所以 你不知道他專不專業 你不知道的 可能那些技師只有一件事專業 對於男性來說 其餘那些他都不專業的 隨便隨便 但你 可能你連隨便那一刻都已經頂不住周玉宮 所以這些事實在太多 世界各地都是會有的 寧願真的不舒服的 都是 運回 專業的人士來 好嗎 聽完之後你還敢這樣 所以現在都很害怕 不敢胡亂去養生館 水療的地方 去踹骨 一踹壞我 越踹越壞 不要搞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